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寻生命的长河 墨尽的卑微有时悟空 就算胜负越胆测越 要但风云变色 遥遥云归系 凭东西八方风雨 一副各地国 日不落相声 平顺应 合体行动 寂寞真情 欲火争气 明知莲花 占我江湖难忍错 谁晓得该怎么说 固执和洒脱都唱过 你改天地月 一笑一世的传说 深思考 身间震荡 来人 把他拿下 起来吧 没想到吧 你也会有众汉亲离的这一天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 你休想得逞 幻境 不 这是梦境 什么是真实 什么又是梦境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你在梦中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你孤立无援没人救得了你 也是真实的 而今日你将立命于此更是真实的 在这里没有我的允许 没有任何人可以出得去 站住 奴婢见过摩大人 说吧 说什么 你今天晚上做的事 奴婢什么都没做 我执掌皇家密卫这么多年 谁在我面前撒谎 我一听声就听得出来 你是想考验我的耐心呢 还是想要试试这个 奴婢说 其实是有人劫持了奴婢的双亲 逼着奴婢在此时点燃一炷香 其他的奴婢什么都没做 来人 看住他 是 大人 怎么回事 不清楚 大人不要杀 这下如此滚意 你们还不快杀 是 大人 快去通知徐神将和薛神将 是 好 那就 先杀了你 好啊 那你可以试试看 在这里 你没有任何的屏障 也没有右影残 更没有任何的武器 也没有任何的法力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杀得了我 动手 让官员 里面 一 野 哦 老 去 吃 快 是不是 到 像 isa 程生 幽灵入梦 身海欢生 相成 师父 你成功了 要试试才知道 只有和圣后有血脉联系的人 才可以进入他的梦境 也就是说 只有我才能够救他 你们其他人会被相亲迷惑 需要离开 我和圣后有一样的天风血脉 应该也能入梦 我留下 也好 你留下 三十六 你用长生赤返回神都 通知教宗 让他一定救下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你们小心点 洛洛 轩缘 你们留守丹房 一定要守住我们 不要让别人打扰 师父 你自己身体都还没有好权呢 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徐姐姐 师父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交给我 先生 圣女 小心 准备好了吗 天海牙二见过许神将 天海牙二真大胆敢带兵闯皇城 我也是刚刚听说社后有危险前来救驾 胡说 皇城平安无事 哪来的危险 那我就不知道了 神将大人 要不你打探打探 看 大不了我在这儿等着就是了 神将大人 神将大人 出事了 神将大人 莫大人让我通知你 身后遇险 你看你看 我没骗你吗 神将大人 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 我们走 徐大人 千万不要靠近秦宫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是要闯陛下秦宫吧 胡说什么呀 我是来护驾的 莫大人 守候遇险了 陛下被人用弥箱行刺 那我们赶紧救啊 不行 这个弥箱非常可怕 一旦进入它的范围 就会神志不清 立刻昏倒 我不信 你不信也得信 这个箱的来路不正 陛下现在情况不明 我们只能在外面以惊之洞 你不会是故意阻拦我吧 我 我派人试试 你们俩去 是 那么闲门 这个箱连风都吹不动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对付它 那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除非知道这个箱的来路 不然没有办法对付 贼子用心险恶 必有护照 我去封锁皇城 不让萧萧有机可乘 有劳暴大人了 我去封锁皇城 给我走 在这里 我才是王 你们无圣人 从圣经经 如果你是从圣经 那我就是神隐 各位爱卿 恭送圣后 魂归星海 年代 来 由容就将来吃 帮陛下来吃 你们这样拼死护着他值吗 他近日来滥杀无辜 倒行逆施 早已经不是你们昔日的圣后了 你不配评价陛下 长生 他虽然是你所谓的母亲 但是他根本不念及母子亲情 把你抓进了监狱 这么冷酷残忍的女人 你愿意为他牺牲自己吗 天海大人说了这么多 却忘了说自己 你和圣后同为天海一家 现在却大逆不道 犯上作乱 再说你我本来就是死敌 能让天海大人不顺心 我自己就痛快了 好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你以为你们来了就可以救得了他 你以为你们来了 就可以坏掉我天海家多年的大忌 真是痴心妄想 上 这儿怎么办的 没问题 还不错 真是 怎么办啊 我没问题 还不错 住手 看我 你子 我看你 杀毒手 替我打一会儿 救命 现在好像是我们人堕了 这是你们逼我的 快去吧 家主啊快去 是 学员我出去看看你在这守着 嗯 定下小心 来得正好 先为我金叔叔讨点利息 竟然是慎玉 辐蛇首领真是好手段 竟然能造出这种绝食神象 我们得赶紧去救驾 不然就来不及了 慎玉 风吹不动 水火不侵 除了入梦之人 旁人稍微靠近就会癫狂发疯 就算我去了 只怕也没办法进入圣后的梦中 去救他 那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借死不救吧 况且长生已经入梦去了 万一有危险的话 救当然要救 不过 我们不一定要去皇宫 还有这么多 多多一善也好 喬玉 戳肅 喬玉 羊 温 兽 借 送 二。两。二·三義。四、四。 ,一。 幻山木剃。幻山木剃。 那是什么? 幻山是冰瑾幻蝌叠叉上的坟墨 可以同时让人存在于幻境和现实之中 强行提高神石之力 也会让人身体呈受巨大伤害 同时变成废人 不错 能让我以牺牲寿元的代价 来使出幻杀母体 你们更该自豪了 现在在这个梦境中 我才是无敌的存在 我才是无敌的存在 这是哪里 这是周獨夫的墓地 应该是幻境 天海沉雾怎么会知道这里 移入梦境 身世客 既然你和陈长生已经进入到了梦境 那么你们的记忆 自然也会在梦境中显现出来 身后 你不是对周元念念不忘吗 那么现在 你能够长眠于此 也应该明目了吧 这武器太鲜味儿 碧气都没有用 早就跟你说过了 没有任何办法的 看 那是什么 这是陛下的又一簪 等烟雾散了 我们可以救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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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把他们抓起来 看我呢 好 你我快去救家 好 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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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怎么了 陛下中了毒箱 快去叫御医 好 又已在 竟然进入了陛下的神石 终于醒了 醒了 你在说什么虎话 不是我醒了 是他醒了 即便你拿到了又一赞又如何 难道你还敌得过我天海家的无敌死士吗 这些都是我天海家的弟子 全都使用了幻杀物体 他们心甘情愿牺牲自己 就是为了天海家的未来 圣后 不 天海幽学 如果你还算是天海家的人 我劝你 还是自尽吧 你信天下 长生 我们该怎么办 在梦里 不知道能不能使用阵法 即使能有 也不知道能不能挡住他们 有容 你可知道 天凤血脉的尊贵之处 在哪儿吗 知道 天凤之血 可以燃尽不洁之物 天生就是无垢之体 和普通人相比 修炼 事半功倍 不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天凤之血 燃烧的 不仅是血脉之力 更是神石之力 天凤一念之间 红莲开过 分尽世间一切 天凤之血 是血脉 是血脉 ied 走 除ken 死 天海城姆 这些年来 我对你幽融有加 恩与不断 哪怕雅二做出了破格的事情 都被我一一压制 总想这是一家人 应该宽容些才对 现在看来 反倒害了你 宽容 我只是提了一嘴 立太子之事 你就痛下杀手 这就是你的宽容吗 李四乃帝王之计 岂是你一臣子 所能够妄议的 换作是别人 我早就取了他的性命 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要反你 因为我不想把我的性命 交到别人的手中 你当机之时 我们天海家为你 立了多大的功 杀了多少陈氏家族的 皇族子孙 可是你现在呢 却要立一个陈氏后裔 为太子 你想过没有 如果他一旦登机 我们天海家的人 会是什么结果 被你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天海家的人 是兔子狗朋 谁还会干系 原来 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人 若帮不了你了 哥哥 我天之下 日月所赵 倦命所赎 神灯大法 陛下 陛下 今日 多亏有你们在 想不到 我们母子相逢 竟然是在梦中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只可惜 梦马上就要醒了 你们离开吧 一场大梦 无限寂寥 陛下 天佑陛下 哇 这是怎么了 红莲圣火 圣后觉醒了 我们进去 怎么成灰了 一念之差 可惜了天海驾的鸡业毁于一旦 放心吧 这次你们救驾有功 相信很快就可以回国教学院了 但也如此吧 露露 师父你成功了 这次好险 天海乘武 不愧是枭雄 不过幸好身后 起高一招 扶蛇的人 看得出来他们的功法吗 他们的功法都很博杂 有人族的 有妖族的 甚至还有魔族的 不过还好他们的首领没来 那真的是还好他没来 他要真的来 我们就真的糟糕了 的确奇怪 明明是刺杀的最关键时刻 他却突然离开了 他这么做 要么就是胸有成竹 要么就是有不得已的理由 不得已的理由 对 比如说 当值 你是说 扶蛇的首领是朝廷的官员 他离开 是怕身份被识破 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 总之 他的来历 一定出乎我们的意料 本以为 一切已经结束了 现在看来 一切才刚刚开始 传陛下圣主 罪在如胜 献卓令有私 缉拿于党 不得永误 师父啊 为什么不让三十六他们来啊 敌友为敌 不得不小心点 是朝鲜的世界 是 右相之职 暂由教宗带领 陈长生 徐永荣等人 救驾有功 赤子之心 昭于天日 特赦其罪 另有封赏 钦此 臣等兵止 诸位 你 苏家 今日朝廷上波澜不断 魔族眼看 又要大军压境 诸位都是国家动力 在这样的时刻 千万不能自乱阵脚 诸位可愿 一起扶威定乱 尽中报国吗 愿追随教宗 扶威定乱 尽中报国 这些 是 长生 师父 长生 师父 快通知陛下 好 好强的阵气啊 我师父他怎么样了 他体内的星辰之力 太过强横 我也无能为力 连陛下也没有办法了吗 他体内的真元和血液 浑然一体 想要除去 非人力所能为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长生体内的星辰之力 和星阵 遥相呼应 也许 星阵 可以吸纳他 又不伤害长生的身体 但万一反过来 这些星辰之力 引发星阵共鸣 从而导致 整个星阵 崩溃紊乱 长生 就必死无疑了 那不管怎么样 咱们都试一试呗 我师父他一定会 及人自由天相的 风险太大了 那 你们这些孩子 不要把什么事情 都想得太容易 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万千的把握 万万不可以轻易尝试 否则 好了 这个拿去 龙魂玉佩 舍后 你答应放小黑龙啊 我只是让龙魂 陪着长生而已 记住 永远不可以靠近朱雀殿 别准劳我感激你 朕可没想让你感激 有容 你和洛洛下去休息吧 放心长生在这儿 我来照顾 是 洛洛 走吧 相信我 你不在的这些年 我每天都在挂念你 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 可你真的回来了 我反而更加挂念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母子之情吗 陛下 醒了 觉得还好吗 胸口还是有一点疼 不过没事 习惯了 御医已经给你用过药了 不过自己的身体自己还是要清楚 毕竟以后有可能会复发 而且 而且还会更严重 对吧 没事 我习惯了 这一次要不是你和友荣 天海乘武可能就得逞了 我们只是出了微薄之力 陛下有又一簪护身 就算没有我们 陛下也一定有惊无险 可他毕竟只是有一簪 只是个簪子而已 陛下 不说这个了 我问你 和友荣 相处得还好吗 还好 我们两个挺有默契的 看得出来 不过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可别总想着打打杀杀的 女孩子总是希望 自己的心上人在乎自己 你要学会 讨人家的欢心才行 这 我试试看吧 陛下 时辰到了 我要去兴朕了 今天晚上 你就在这里 好好休息 母亲 你叫我什么 母亲 我都不想去兴朕了 就想留在这儿 守着你 你还是不要依赖行政了 他会慢慢地反噬你 您会被他渐渐操口 直到失去子王 等有一天 你做上了帝王之座 你就会知道 其实 根本没有什么选择 是 陛下 休息吧 好好照顾长生 你们没事吧 洛洛呢 他昨天折腾了一夜 睡着了 还没醒呢 我想出去走走 真是难为洛洛了 跟着我这个师父 吃尽了苦头 你总是喜欢把所有的责任 都背到自己的身上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应该由我们大家一起来承担 责任 刚才我跟陛下说 希望他以后 不要再接近新政了 陛下做不到 他说 如果哪天我坐上帝王之位 我就会明白 我想他的言外之意 是说操控新政对他来说 可能是无法逃避的责任吧 戎儿 如果你继承了新政 你会怎么做 我会毁掉星盘大阵 毁掉 那人族的安危怎么办 当初太宗起兵时 也并没有依靠新政的力量 而是人族自身的勇气 团结和坚韧 周都夫也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用人命去祭祀的新政 就算能对抗魔族 也会无声无息地让人族的勇气消失 让他人为自己而牺牲 你说得都对 只是 难道你还想这样去修复新政吗 你是见过新政的 他的那种恐怖 那种力量 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对抗的 周都夫留下星途 或许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他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强入圣后 也会被新政的反噬所影响 变得越来越残暴 都怪我 至今没有力量 都用新徒去修复新政 你又把所有的责任 都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 如果我们不毁掉新政 他有一天 也会毁掉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长盛 你答应我 一定不要接近新政 我不希望他毁掉你 这新政越是如此危险 我们越要帮胜后 摆脱他的操控 如今 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新政 更何况 谁也不知道那么做 会有什么后果 师父 徐姐姐 师父你好了 暂时恢复了 行了 都大姑娘了 还是这么爱缠人 我是你徒弟 不缠你缠谁啊 对了师父 你看这是什么 龙魂玉佩 没想到吧 现在身后把龙魂玉佩还给我们了 而且还让他的龙魂出了寒潭 只是不让靠近朱雀殿 陈长生 我先警告你 绝不许和天海老妖婆妥协 一定要和他斗争到底 否则我就白吃那么多苦头了 还是这个脾气 那师父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我想再去看看新政 玉佩你先拿着吧 嗯 长生 放心 没事的 我有把握 我先出去一下 徐姐姐怎么了 没什么 好 堂堂 墨雨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来看长生的 他们几个不让我进去 你的长生宝贝啊 现在被看得可紧了 陛下派人把他保护起来了 没有他的允许 不许任何人接近半步 所以啊你要想见他 自己去求陛下吧 那他怎么样了 就是病情发作 差点死掉了 那还没事啊 这对他来说不是常事吗 这家伙的命啊 硬得跟蟑螂似的 踩都踩不死 也是哦 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半死不活的 到了现在还是病痒痒的 的确没什么区别 差点被你带歪了 我说陛下不会对他怎么样吧 那可是陛下的亲生儿子 现在天海家倒了 陛下还得靠陈长生 帮他一起守住天下呢 行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你等一下嘛 我还有点事情想问你 什么事啊 唐家的人怎么样了 还有我爹 他还好吗 你这次算是救驾有功 也间接救了你爹一命 但是通敌之罪 实在是难受 我爹 他怎么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我又不是你们唐家儿媳妇 什么事都给我管啊 墨虞 我这不是想跟你多说说话吗 这一次 天海家的势力被大规模的清洗 我们趁机安插了大量人手 左伍卫军和左右金吾卫的将领 都是我们的人在暗中马持 只是千牛卫的将领 仍是身后的情形 暂时没有办法伸透 很好 计划十分成功 至于千牛卫 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咱们大野江城 不需要冒无必要的心 我 是我 我 你 我 每一期一点点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他牵引 每一次亲历 像掌纹清晰 你在掌心我用温暖和护着你 爱注定相遇 像那星光合影 陪着你 翱翔在心机 这一生的使命 我用爱选择结局 直到银发流鼻 就算再看不清那爱的花里 未来的天意 让未来决定 累计所有幸运 曾经你的宿命 像以为的星 有你会更坚定 再不怕命运被清晰 若时光成群 若你不再是你 我一定还会爱上你 我一定会更坚定 初天相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